來 現在要進行的是我們的 大家來找他趕快來搶答PART ONE短片 不短的影片不能放在這一段 只要放在這一段的影片一定是短片 今天我們的短片要特別給大家請到的是 兩人精彩演出 黃菇 黃菇是什麼 黃浩倫跟菇淨潔 我還以為是黃淨菇咧 黃菇 演稱黃菇 這個叫做 樹葉篇 樹 街樹篇 街上有樹的街樹篇 來 趕快趕快 我們來看看這個街樹篇 六個人仔細的看 來 請大家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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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麼 也可以 就是黃綠燈的時候有人走過去的時候 他們兩個走的方向是戳 唉呦 很有信心 我覺得答案是對的 哎呀 保持這樣的信心太棒了 看看那個五個人 那種自燦行賄的那種表情 五個人幹什麼 啊 你加入他們就變成六個白痴了 可是沒有機會了 真的嗎 因為你覺得他們五個像白痴 啊 你比白痴還糟糕 你還直接跑來說 啊 恭喜菇淨你答 錯了 開玩笑 開玩笑 那很像 再多看就行了 菇淨不錯喔 就是標示 紅燈跟綠燈那個桿子 他保救地方 應該是在另外一個 一個走道 並不是在左邊的走道 他方向錯了 那個過行人道的方向錯了 不應該是往鏡頭那個子子過來 應該是往右邊那才對 我真的在裡面說故事耶 想當不錯 最近聽說常常在國籍網路上跟國籍有人聊天啊 對啊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不討論你剛剛的答案 對齁 對啊 為什麼不對不對 看看他們五個人形容一下那個表情 他們像什麼 他們是一種 用一種非常 期待的眼光 希望你回去 對不對 對 對 我給你一次機會給他一點點的評審 你不能說怎麼用肢體 用筆的 用筆的 預備 用筆的 我知道了 懂了沒有 懂了 像這種答案以後就不要來說就對了 好 來 沒事好了 來恭喜黃瓶緣你答 對了啦 這完了 黃瓶緣知道好清楚喔 黃瓶緣可以得到獎金 三千 下一棒 沒機會 那個 我們要過嗎 那個 斑馬線的時候那個 兩個標誌的顏色錯了 應該是相反 大家還有機會給各位一點點的提示 注意 影片 來 請看 我告訴你 你那個紅綠燈好 想反了 一個應該在上面 一個應該在下面 這應該發現了對不對 對 謝謝黃瓶緣 對不對 不是我 我看黃瓶緣 這筆獎金你發 對啊 為什麼你提示啊 不是因為 你扣兩千塊給他 沒有 可是 可是 這筆獎金沒有提回來 我們就直接去做 對 好 直接請上座 坐一下感覺到那種順利的驕傲 之後回到那邊 準備回答第三遍 好 恭喜你會評理答 錯啦 妳要偷偷告訴我們 我就已經聽得很仔細 她的意思就是說 看到紅燈要立正站好 然後 一神經啊 看到紅燈要立正站好 立正站好 哪裡有這種規矩啊 我們的紅燈是代表國旗 恭喜你答 錯啦 我剛剛 我又看了一詞 非常的準確 就是 綠燈也是用走的動作 紅燈也是走的動作 那個紅綠燈那一根柱 不可能那麼高 不可能那麼高 那比人還要高 那個紅綠燈的 紅綠燈的那個 一個是紅色 一個是綠色 兩個 顏色相反 這個答案是六年前 為什麼你講完 比利在那邊笑成這樣 你聽到他講了嗎 就是六年前 志朋跟惠平 上節目的時候 說過的 紅綠燈顏色相反 到現在才想到 我要助你我就說樹葉莊顛倒 謝謝金燕 加油 再想想看 答錯了 沒有誰 第二遍 沒有啦 沒有啦 現在看第三遍影片 加油 只有黃品源一個人答對喔 不會吧 來 請看 請看 他們走出來的地方應該是公園 公園裡頭應該沒有紅綠燈 他根本沒有過馬路 他現在整個綠燈 可是他還是 還是沒有過馬路就對了 太簡單了 那個紅綠燈有問題 因為綠燈有人 紅燈是不會有人的 紅燈的形狀是不對的 恭喜比利 妳答 錯了 他現在已經改成這樣了 那你講一遍看大家覺得對不對 錯還錯得這麼加油閉手 那個紅燈 是應該跟綠燈是不一樣 綠燈是這樣走路嘛 那紅燈是應該是沒有那個人的樣子 紅燈就全紅的 所以他說要改成像現在這樣立正的比較好 我跟他講你改了很久了 不對嗎 答錯了啦 回去找一個好位置接受健康教育 下一棒 林蕙萍 跟他們真的說再見 這是沒有信心 百分之九一點的信心 我告訴你 我現在如果不往那裡做的話 我就要往那裡走啦 沒關係因為我叫你尿清出去 左採就是廁所啦 威脅製作單位啊 那怎麼行 我們今天節目後面還有這麼多精采的單元 你可以 我們挽留你 去找一個好的地方 對準上面的球 下面的音 怎麼可能 跟那些說再見 你答 答了 好 恭喜你們 請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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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能起床了 那個 紅綠燈的那個柱子的影子 跟那個樹的影子 並沒有平行 如果說太陽照射下來的那個方向是一致的話 他們兩個人 兩個東西的影子應該是平行的 因為它有點交叉 非常的好 有創意的答案 結論提出新論點 很好 你答 錯啦 找位子 好 我們剩下四位要接受我們的震撼教育之前 趕快來看看我們的 正確解答 很簡單嘛 上馬路就求見證 來 看解答 請看 各位觀眾 您猜對了嗎 其實行人專用浩子燈 是在綠燈要變紅燈的時候 先閃幾秒鐘 來提示路人趕快過馬路的 現在變成是紅燈散了幾秒鐘 才變成綠燈 這一個是錯誤的示範 您猜對了嗎 簡單了吧 對 聽你還不清楚什麼意思 沒關係 他還有好朋友解釋給他聽 對 你們可以在震撼教育的影子 一邊解釋 一邊接受我們的震撼教育 一邊享受 來 震撼教育 來 點擊 好涼快啊 感覺很好啊 剛剛是我們的震撼教育 震撼教育之後 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長片 長片名稱叫做伴你一生 非常好看 請到兩位天王級的演員 黎明 余曉凡 對 我們精彩演出 趕快來看看伴你一生 之後的廣告 廣告之後回到我們的 天生贏家 來 天生贏家請看 少爺 有位小姐應倦看護 請她坐著 是 請她坐著 請她坐著 是 你好 我叫沙莉 你看誰好年輕 你剛畢業了 是的 我雖然經驗不多 但是我在學校實習過很多看護的工作 有照顧特殊的影片嗎 有啊 教育智障兒啊 推輪椅啊 換床單啊 倒夜紅啊 這些都是我最拿手的耶 你的特殊才藝我恐怕用不上 我需要的是生活上的治療 我有白血病 你需要這份工作嗎 白血病 聽起來蠻有挑戰性的 威克 威克 你怎麼了 威克 好大事 關掉 關掉 我關了 關掉 已經關了 關了 關了 沒事了 那麼多人 但是我沒有發生 不然 聽起來 你先喝啊 五湯龜 四五湯 對 你尸體很好 你有沒有發現我最近我的頭髮長了 不但你頭髮長了 而且 你的氣色也好多 因為我想給你看見我最好看的一面 所以我沒有去醫院 什麼 你都沒有去醫院 你知不知道這後果有多嚴重 不敢那麼多 回客 我不在乎你變成禿頭 即使你是個光頭 我還是不會離開你的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我這一輩子 我都不會離開你 走吧 我們去醫院了 我們去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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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離譜 那本書不可能跳那麼多次 他都沒有走到那邊 所以都找不到 沒有到反射的那個角落 我自己噴啦 我自己噴 報仇隊的 那個門要這樣拉 怎麼可以 結果咧 他已經走到底了怎麼開 要用推單嗎 結果他呢 他就不見了 那所以你呢 所以他是鬼 哈哈哈哈 看你一生 其實看大家已經都 看過啦 但是現在一定要 再看一遍啦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麻煩 因為長片看得好 對啦 各位剛剛只要你放輕鬆 現在大家不要太緊張 注意看你的小小Monitor 在裡面找出今天價金在什麼 對不對 預備 來 請大家請看 謝謝 少爺 有位小姐應徵看護 請她坐 是 謝謝 謝謝 欸 明慶平 明慶平 為什麼馬上又跳掉了 什麼東西忙跳掉 那個門齁 要這樣拉才可以開 對 結果咧 她已經走到底了怎麼開 要用推燈嗎 結果她呢 她就不見了 那所以呢 所以她是鬼啊 恭喜你答 對啦 那個人不應該突然不見 來 看看 四人非得 你知多少錢 來 請看 這個問題人能看得見 當然對不對 要緊打啊對不對 比利 你那眼光表示你根本沒看到啊 繼續往下看 有簡單的來啦 請看 你好 我叫沙莉 你看誰好年輕 你剛畢業了嗎 是的 我雖然經驗不多 但是我在學校 實習過很多看護的工作 有照顧特殊職業嗎 有啊 教育智障兒啊 推輪椅啊 換床單啊 倒夜壺啊 這些都是我最拿手的耶 你的特殊才藝 我恐怕用不上 我需要的是生活上來確診 那個黎明手上的東西變了 對不對 變什麼東西啊 怎麼變啊 拿一個夾子之類的東西 然後變成一個好像一個箱子 夾子變箱子 你答 錯啦 謝謝 她那個夾子的那個 粉質的夾子 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她已經跑到 喔 本來在上面 後來跑到 跑到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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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已經反過了 直式夾變橫式夾 來 恭喜妳答 對啦 直式夾變橫式夾 來看一下這個筆記夾子 多少錢 來 請看 好 恭喜謝金燕得到我來講清楚 剛剛有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經過囉 把它找出來 來 請看 有啊 有啊 教育智障兒啊 推輪椅啊 換床單啊 倒夜壺啊 這些都是我最拿手的耶 你的特殊才藝 謝謝 謝謝 她後面的那個 很高的那個台燈 是 她的燈折射的那個 不一樣 光影不一樣 那這算什麼歷史性錯誤 答 錯啦 黃鐵人 在 黎明的沙發 在 那個影片中 黎明沙發的 右後方有一個圈圈 那個圈圈 有 黑色點點那裡 那個是 光頭 光頭 看到圓的都講光頭就對了 對啊 看我們節目久的人 每個人都有這毛病 看不太出來他扮演什麼角色喔 像是一個花瓶之類的 花瓶 對 或 或什麼 另外瓶 或筆筒 喔 你覺得是筆筒 他覺得是花瓶 很多人根本連那一塊都沒看到 謝經驗 是什麼 台燈的下面那個圓的 底座 台燈底座 這樣好啦 這一題呢 夢中它是什麼呢 可以得 兩百元 兩百元 好不好 不過我確定那個是光頭 對啊 恭喜你們答 答 她到底是個什麼呢 仔細看就知道 來 請看 來 比他比 不是 對 見你,來 猜對了嗎 低筒 光頭低筒兩千元 來,恭喜黃筆筒可以得到一千八百元 一塊你可以得到兩百元 不用了 看影片 不要啦 太少 這樣,好,那恭喜你會得到六萬五千元 來,我也不看 好,來,看影片 請看 我有白血病 你現在就跟工作嗎 白血病 白血病 聽起來滿有挑戰性的 好嗎 舒爾蓁 那本書 那本書不可能跳那麼多次 那本書不可能有彈性在地上跳啊跳 對不對 舒爾蓁,你答 對啦 今天的影片明亮度夠 題目又很好答 好嗎 綁了一根雨線在那邊跳 惠平 林惠平 還有別的答案啊 就是他一進門是很寬的 怎麼會變成窄的呢 蛤 一句問倒所有 林惠平,你答 錯了 趕快來看看舒爾蓁的那個 跳躍的書本值多少錢 來,請看 好,恭喜七位跟六個大雅 帶給獎金 便宜又大丸志朋 你沒事稍微按個鈕 起碼跟大家打打招呼好不好 好 沒答案也要記得按鈕 好,看影片 來,請看 維克 維克,你怎麼了 維克 好大事 關掉 我關了 關了 關掉了 已經關了 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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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了 小姐 她菜沒有那麼多 一開始她丟進去的菜很少的 後來變成好像整個都是菜 都是青菜葉 你答 慧平 人家噴後面你在那邊抬什麼 幹嘛 你答錯了我 我說答錯了又不是你 你那麼 反應激烈 看影片 來,請看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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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蘇爾蓁 蘇爾蓁 還看不到 還看那個大的 這個來得起看 恭喜蘇爾蓁答對了 可以值多少錢了 來 請看 各位觀眾猜對了嗎 圓形的杯子 為什麼會有 四角形的水印呢 請看 全都可以得到 最高獎金三千元 不錯不錯 繼續看影片 跟慧平那個答案 就沒什麼關係 來,請看 請看 三龜四五湯 對你屍體很好的 有沒有發現 是這種頭髮查的 謝金燕 謝金燕 我終於按到了 怎麼樣 他這個是別人的左手 別人的左手 恭喜謝金燕你答 好 來,來看看便宜的左手 及多少錢 來,請看 來,恭喜謝金燕 看到五百元感情 請三隻手五百元 還有錯誤 只會還沒有答對的朋友 加油 來,請看 你的頭髮長了 而且你的氣色也好多 因為我想給你看 我最好看的一面 所以我沒有去醫院 什麼 你都沒有去醫院 你知不知道這後果 有多嚴重 我顧不了那麼多 我一刻 我不在乎你變成禿頭 其實你是個光頭 其實你是個光頭 黃玲 那裡有一個鏡子對不對 人走過去應該鏡子裡面 有反... 有反射人影 有反射人影 他走來走去怎麼鏡子都沒有人 又沒有走到那邊 又沒有走到那邊 他講得有道理 急著打 錯了 他都沒有走到那邊 水都照不到了 沒有到反射的那個角落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報仇對的來了 繼續看一片,來 請看 即使你是個光頭 我還是不會離開你的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我這一輩子 我都不會離開你 黃品源 黃品源 多了兩隻手 抱在那個下面 腰... 比你已經坐在那邊擺姿勢 都不按臉了 黃品源,你答 對啦 對啦 抱著... 多了兩隻手 抱著了一名 我們來看 請看 請黃品源 可以得到五百元獎金 五百元獎金 今天我們這個題目呢 要特別注意 還有一題 最後一題 還有一個錯誤 好好把握 也是歷史性 歷史性的題目 來,請看 走吧 我們去音樂吧 陳志鴻 各位... 真的是歷史性的一個鏡頭 剛剛那個書架裡面 是一個人的彩繪 人體彩繪 人體彩繪 好厲害 他的眼書 沒有 他的書應該是一本一本 有一個印 可是他是用畫上去的 好,畫在人的背上 是不是 對,畫背上 陳志鴻,你終於答 對啦 人體彩繪 來看看值多少錢 預備,請看 我拿書 書 哎呀 人肉猜好書 猜猜猜猜猜了嗎 來,出來 出來 天啊 這是哪個單位的 不是喔 是哪個單位的 恭喜陳志鴻可以得到 一千元獎金 非常好 今天我們的所有題目 打到這邊告一句段落 沒關係 待會兒還有下一個單元 繼續強分數 休息一下 繼續欣賞我們的 天真獎分吧